今年3月核的二号机 就要停止运转 用电量还在上乘 所以你的供电知己的状况 就完全无法改善 而且会越来越糟 去年8月 裴洛西议长来台湾之后 对岸举行军演时候 那这些斜线的位置 都是军演化出来说 请船舰飞行器 不要靠近的这个位置 对他刚刚标示了六个区域 就把我们台湾就整个包围起来 对那上一次1996年是 在只有黑色的几块 所以在这一次 它其实整个区域又范围又变得更大 可是各位你知道吗 这图上有一个地方叫高雄港 高雄港就是我们 第一天然气接收站所在的位置 所以当时候在军演的时候 高雄港这个第一天然气接收站 它的运营其实是有受到影响 载运天然气的这个运输船 都受到影响 那各位从这张图同时看到 其实大陆在八月军演的时候 它其实放了第二天然气接收站一马 它在那边没有画那个军事野骑区 所以如果今天是走二阶 第二天然气接收站 其实运补都还挣扎 问题是我们要强调的 我们跟大陆之间 它的海域其实很狭窄 就国际的角度 海域其实很狭窄 你附近在演习 船东他就不愿意靠近 就算我今天没有进入你演习的区域 他就不愿意靠近 那你硬要叫他走 你要不然付他更多钱 要不然就是给他更高额的保险 不然他不愿意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境 结果我们现在要把整个发电的重点 都压在天然气 所以是非常不治的行为 是那一讲到绿电的话 现在国际都把核能 都已经当成是绿电了 就只有台湾还把它排斥在外面 那当然呢这个部分的 李敏教授 清大特聘教授 也对于核四有个新解放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核市场 那个设施 那个设备 整场 卖掉 卖给一个 这个国际的 投资者 或者 国内的 投资者 把它买下来 然后委托给 国外 一个有经验 有能力 有良好生育的 电力公司 来负责它的营运 那营运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管理 还有一个是实际面的执行 那实际面的执行的工作 运转人员 我的维修人员 那我的一些 一些品保品管的人员 那这些人从哪来 就把这个电厂 再委托给台电公司去运转 实际的工作执行 由台电公司来做 当然 公司必须付费给台电 标给有信誉的厂商 就真的会比较安全 它会为台湾人民 台湾的土地设想吗 台湾这么小 你不要忘了 你不要忘了 我们有法规管制单位 OK 它不是任意做任何事情 它还是要接受 我们法规管制单位的管理 那这种事情在国外 是蛮普遍的 英国的电力公司 是法国在帮它盖的 恒能电厂 是EDF在帮它盖的 重点是 我们有法规管制单位 台积电把所有的绿电都买去了 所以尽小企业它没有办法 如果 我刚刚这个proposal出来 核能是无碳的 不要讲说 一定要再生能源才行 没有人有这个规定 当你要抽碳税的时候 是看你碳排是多少 我如果用核能 我就没有碳排 数字就在那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一批无碳能源进来 一些中小企业对碳足迹的需求 是不是也可以满足 我要是相信这个王伯威厂长的话 两年 我要相信这个政府的话 N加7年 所以到底几年 是 就看这个东西能不能付诸实施 那这东西付诸实施 最大的问题会在哪 最大最大的问题会在哪 当然首先它有没有利可图 没有利可图不会有人投资的 对不对 那以现在我们对国际上 对电力需求的要求上来看 核能被视为绿能 嗯 对 再加上减碳的压力 你把这个碳费摆上来 你再说这个电厂可以用40年 可以用60年 所以这个投资是绝对会赚钱的 那剩下来最大最大最大的问题 是投资者对这个政府的信心 不要天马行空的讲 我再生能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起啊 台湾的再生能源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土地面积 他真的看得非常的清楚 也勇于提出建言 希望呼吁社会大众 还有执政党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的 一定要听进去 核能才是真正绿电 但是大家对于核四 有很多的已经被污名化的想象 包括不安全等等 延续刚刚李敏教授的说法 因为其实我们整个整体来看的话 不仅仅是这个地碳电力的需求 我们还要面对这个碳费的课征 对民众可能比较无感 可是对企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尤其你外销的对象 如果又是欧美这些国家 那个碳费一刻下去的话 它整个营运的成本就会增加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整个国家 它的无碳电力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那企业本身的负担就会比较低嘛 当然它也不用特别花更多钱 去买这个所谓的绿电凭证嘛 所以政府确实应该 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如何提高你本身 这个无碳电力的供应 特别是你现在再生能源 它的占比又没有办法 有效的提升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解决这个 过渡时期的问题 老师那核废料能怎么解决吗 侯市长一直在说 核废料不解决 那他也不会答应要这个 核废的储存定在新北市吗 核废的解决从来不是问题 我们刚刚才关心完核能安全 接下来当然要关系一下 核废的处理 核废的处理在国际上 已经行之有言 所以你可以利用干涉储存 把这些用过的燃料 先赞成个40年到80年 新的技术除来之后 都可以对它做債处理 你不然可以像 我不喜欢做債处理 我就把它像芬兰 像瑞典 然后这样买到 这个深层地质的环境底下去 这个也是一种做法 所以另外还有就是 最近那个旅美工程师 赵佳同博士回到台湾来 他也提出来 另外一个新的做法 我利用这个所谓 加速期为基准的 这种次灵界系统 他甚至可以把长半衰期的核种 直接把它转换成没有放射性 或者短半衰期的核种 这个都是未来技术可以采行的 而且这个技术在台湾都可行 未来都可行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 让干厨能够尽快地开始营运 你这些电厂 你要研绎的也好 你要厨艺的也好 你都是要这个干厨厂要能够营运 后面才有办法继续往下走 我要诚心建议我们的侯市长 你其实应该尽快 你问我今天真的重视核能安全 你应该尽快地让在新北市的这些 核一厂核二厂的这些用过核燃料的干厨厂 尽快能够这个使用 尽快能够使用 那不是搁在那边 对 你完全不理它 你反而让这些用过核燃料 留在反应器的核心里面 不是更增加安全的顾虑吗 所以你应该要尽快开始处理 你后面你要研绎也好 你要厨艺也好 才能够顺利走下去